玄老 前面就是君寅 戴好修为极高 一只魂斗罗 很容易看出你的伪装 而且他身份显贵 为了表示尊重 我就用真容带他们进去吧 那玄老 您 我老人家可就没兴趣 跟达官贵人套进乎喽 伪装 真容 伪装 走吧 周老师你竟然是个大美女 别人都是扮年轻漂亮 周老师你怎么会扮得又老又 你们平时都觉得我又老又丑 我的真容并没有什么威慑力 与我严厉的教学理念不符 所以就用我的武魂八面玲珑 伪装成了一个严肃的老太婆 原来是这样 什么人 来擅长军营 大少爷 大少爷 敬礼 新罗帝国的军队 主要由西方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组成 我们现在来到的 就是西方集团军的军营 为了防范日月帝国 这里的兵力高达五十万 是新罗帝国最精锐的军队 好大 好正经 美风凛凛 拥有这么一只铁血雄狮 肯定能占无不胜 永州一世 我也要效忠于我的国家 进攻一一 元帅 大少爷和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 父亲 父亲 就是他 害了妈妈一生 妈妈却始终未能忘却 这位小兄弟 我们见过吗 没有 父亲 这是我们学院的周一老师和我的同学们 见过公爵大人 你还好吗 欢迎周一老师 以及史莱克学院的各位高材生 公爵大人无需客气 只要您让属下 提供给我们死神使者的线索就可以了 您日理万机 怎敢轻易打扰 那么就让我的亲卫 负责接待中尾贵宾吧 这个死神使者 手段之凶残 实在令人侧目 有劳诸位替天行道 如愿参军 我兴罗帝国西方集团军的大门 始终为各位敞开 或许我这里不会有太好的待遇 但绝对是男人建功立业最好的选择 公爵大人 难道女人就不能建功立业吗 当然可以 何况姑娘还有这么高的修为 如能加入西方集团军 实在是我军的荣幸 刚才是我说错话了 我向你道歉 公爵大人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希望有机会再见到各位 换装吧 史莱克监察团 行动 是 预备队保持安全距离 出发 战斗已经开始 前方安全 进去以后 于昊全面释放精神探测共享 大家务必小心 是 是 是 秦神探测共享 大家保持安静 跟上 走 对 ro 6 六 平 五 六 六 二 同 六 职 二 三 六 来 窗 白 的 杨师长 好阴汗的机器 这就是先回事吗 如果我想 我早已是此生 大哥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下手 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霍宇昊的天赋比你说的还要更好 而且玄老很喜欢他 什么 韩勇 这次的事 母亲很生气 幸好父亲并不在家 活着这次你就要有大麻烦了 母亲让我转告你 不要有下一次 你知不知道母亲为了压下这件事情 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难道就这么算了 我们的人白死了 第七年多大了 你不明白家族利盒客人寺院孰情孰众吗 这里是史莱克 难道不清楚 史莱克这三个子意味着什么 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就给我夹起我的人 好 至于那个霍宇昊 我们非但不能对付他 反而要拉拢他 他有着双生武魂和极致武魂两大得天独厚的能力 若能把他拉拢到我们家族中 对家族大有毕业 好了 你回去吧 这次大赛之后 我就会从内远毕业 你好好努力 还有成为奇怪的机会 太阳恒 你不就比我早生几年吗 总有一天 我让你再也无法在我面前要恶恶恶 等我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 一定超越你现在的成就 玄老为什么要让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来集合 快跑吧 要迟到吧 从成为预备队员开始 你们就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内院 加入内院 就要承担起属于内院的责任 你们想清楚了吗 是什么样的责任 滚尸的能力超出普通人太多 一旦作恶 就会对普通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此 必须予以监察 这就是我们内院的责任 史莱克监察团的责任 这么违法 违法 那你知道学院每年都有学员进入内院 但内院弟子 却至今不到一百人吗 除了少部分因毕业离开 余下的 全部都因这份责任而战死 这石碑上的人名就是 这块石碑上刻着的都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都是学院的英雄 斗罗大陆的英雄 凡是我们史莱克监察团去处理的事情 无不棘手 许多有资格进入内院的弟子 在了解内院所要担负的责任后 都选择了放弃 作为监察团的议员 我要告诉你们 在完成监察团任务的同时 我也拯救了无数被欺凌的弱孝 成为史莱克监察城 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现在 到你们了 给我你们的答案 出此杀入 好 在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前 我们史莱克监察团 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监察团任务 难道是 邪魂师